台中縣兩名男子也因為女友問題 前天在鬧區上演飛車追逐 45歲迷幻腦癌的吳宏昌 甚至倒車直接撞上66歲陸姓男子的車頭 他訓後被依殺人未遂 故意毀損等罪移送 警方調查 嫌犯成為女友出頭 向陸然要分鎖費 遭陸然提告恐嚇 兩男冤家陸宰 前天開車時再度相遇 嫌犯拿車上的高求感 敲毀對方車身 被害人有人下車 搶下高求感 被害人開車離去 但嫌犯開車追趕 企圖將被害人車子逼到路邊 被害人緊急煞車 嫌犯不罷休 二度倒車追撞 警方調查 嫌犯開車在鬧區追逐了2公里 前後追撞被害人車子7次 幸而被害人沒有受傷 動新聞台中報導